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伟大的佛陀 在自己觉悟了之后 将所有的佛法真理传授给了弟子 宣讲了浩瀚的大藏经 集经 律论三藏 经 告诉我们的是 所有佛陀在自己觉悟后 看到的 领悟到的一切佛国净土之境界 以及佛觉悟后的感受 比如佛说阿弥陀经 就是伟大的释迦摩尼佛成就后告诉我们 他所看到的和领悟到的西方极乐世界 告诉我们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世界 比我们现在住的星球稍微高一点 要跨过很多银河系 那里有位伟大的佛陀 阿弥陀佛 在接引降化不同的众生 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众生 有的已成就了罗汉果位 有的已真正成为了菩萨 还有很多是凡夫俗子 把自己的夜进化后 没让夜成熟 带着夜往生的人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希望 就算是凡夫俗子 只要对阿弥陀佛有虔诚的信仰 能够在心中有佛 能够发无上的菩提心 一辈子当中不做太多罪业 去各行善 还能用心忏悔所有的罪业 一再又一再的发愿能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用这样的方式努力念诵佛号和佛经 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 佛经里告诉我们 在那儿是黄金铺地 有七宝莲池八宫的水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每个动植物都能唱出梵天妙音的佛法 在经文中 我们听佛陀讲了很多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事 现在很多人有疑心 那里为什么是黄金铺地 哪里会有那么多黄金 其实 这是在告诉我们 人类认为最昂贵的东西 放在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不是 一点而都不值钱 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也讲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言如语 这并非告诉人们 从书里会冻出黄金屋和美丽的女子 而是说只要你用心读书 做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 以后会有机会得到很多 所以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佛经理对极乐世界的描写有一层深意 就是告诉我们 只要努力修阿弥陀佛法门 世间和出世间的所有福报 在那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全部获得 藏族在近代出了个很伟大的佛学大师 历史学家 叫哥登去陪的大师 他是在民国的时候 把龙树菩萨的中观论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位佛学大师 他曾经讲过 因为佛陀降临在印度这个地方 印度人喜欢黄金珠宝 所以佛陀告诉印度人 西方极乐世界到处都是黄金珠宝 一代高僧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妙硬无穷 能随众生的义 所以才用这样善巧的说法去解释 这样也会解开很多人的疑惑 还有很多高僧大的开玩笑是不是讲吗 如果西方极乐世界黄金铺地 每个人是不是都要买个墨镜再过去啊 因为怕眼镜会被刺伤 这也是用诙谐的方式来破除凡夫俗子的执着与分别 佛经中告诉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 齐国众生 无有众谱 但受诸越 顾名极乐 极乐世界的极致庄严美妙 不是反复在人世间可以完全想象的 不少人也会问 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 还是一个由佛教徒想象出来的地方呢 如果你认为现在你在地球上 是个活生生的人 在这里真实的生活着 那极乐世界就是活生生存在的 在遥远的西方 比我们地球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真实存在 在你没见到之前 只能听那些见过的人去描述 就像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 回去和欧洲人讲他的见闻 使得一批批欧洲人往美洲迁移一样 释迦牟尼佛去过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回来告诉我们 真的有这样美好的世界 愿令因缘福报都具足的人 就可以去到无比殊胜的西方极乐世界 从佛祖开始 一代高僧大德都在实修实证 用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真实不虚的存在 真实无比庄严殊胜 那我们也要深信不疑 发愿有一天能够前往那片让无数众生心仪神往的伟大净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